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 都说一个幸福的女人会从脸上显示出来 看贾经文你就知道了 早些年贾经文一直是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他演的那些古装制造型真的是太美了 但是演的巅峰期 他却选择了假人 丈夫是富豪 但是不幸的是最后一离婚收场 如今 此时四岁的他和第二任老公 秋节节生活得很幸福 同时他也再次出现在镜头上 不得不说 贾经文的穿衣风格还是很好的 他身上的这条紫色裙子 衬托出他的白质皮肤 薄霞的透视效果 也是让不少人不想别偏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 不过这条裙子一做的话 就显得有些短了 可能会露出一些不该漏的地方 所以贾经文节目全程都是女神做 子 虽然看起来端大方 但是感觉还有一些地方不合适 所以他就用瓶子放在裙子上面 拍对着镜头 不停卖萌拍照 十分具有活泼性感 同时透视感十足的紗裙 让贾经文更加吸引大家目光 搭配丸子发型 给满分 前段后长的裙摆 也是这件裙子的亮点 可以衬托出甲静纹的白细肤色 同时有了蓝色矿泉水的帮忙 就不害怕走光了 虽然它全程用瓶子遮住下身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说 早知道这样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呢 也有不少网友说 这是欲情故意做一个明星 虽然说不是很有名气的 那也是不少观众网关注的对象 也应该注意自己的穿着 不是吗